有禁牌就吃 所以要留個好靠的故障都在旁邊 哇 張宇這連莊的牌好閃喔 對啊 不是很好的連莊牌 但是相對之下 禁方的牌蠻強 他又是一個紅中發財隊 然後又都在張宇手上 佩玄是故障很強啦 對 佩玄是好靠張 但是缺搭子 所以要再靠 然後這個當然鎖子都暫時不能打 他接下來可能是先打2萬吧 如果有靠到張的話 或進鎖子的話 這個就看他會靠到什麼 如果靠到3萬他是不至於 發財加加碰 對加碰 對加碰 打5筆 打5萬 哇 前身對比一看 紅中 再碰 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啦 直接一盡聽 2-5條3-6筆的盡聽 哇 這個 禁方 的機會又蠻好的 如果佩玄打這個2萬的話 禁方會碰嗎 不會啊 會碰嗎 不要碰啊 2萬就定將了 碰來沒有什麼意義的啊 碰來做球卷 這個牌不要走球卷 其實也可以 但是因為上家打的啦 因為是上家打的 上家打的就沒什麼意義 佩玄這個應該想吃 我覺得不要吃啦 因為你現在還不夠搭 靠到了比較美 吃 磁婷 3-6筆 自摸也沒關係 對這個其他家來講 與其你胡到我的 不如你自摸 下6萬 5條 哇 這個越靠越漂亮耶 我這個牌可能就不會去打那個 都會打7筒 我這個牌就不會打8條 3-6 對 這個牌我會留著 6-8條啦 然後希望說可以進7條直接聽牌 因為你打8條的話 你變成是你要碰5條跟7萬 你也不好碰啊 對啊 因為你打8條的話 你損失一個7條的競爭 除非你覺得條子好打一路打掉 對 一路拆掉把那4-6-8都拆掉 對 因為4-6-8這個三點金已經5條自己抓 自己抓斷 那我們有看到是7條 好吧 現在很強耶 好來 打8 打4條聽牌 1張4暗客 哇 好多台啦 這個對啊 天啊 很多台耶 張雲的氣來啦 4暗客5台對 好多台喔 哈哈哈哈 喔 好多多 早就算了